位在新北市板橋滑江橋頭的江子翠段第三坎小段 唯老都根案開始動工了 這是新北市第一件同時申請了唯老建築重建 以及都根二件政策的建案 未來除了會有267戶的住宅 其中的272坪還會是公共托育中心 第一層開地平安動土順利 板橋江子翠段第三坎小段的唯老都根案正式開工 預計新建移動地下六層地上35層 一共267戶的集合住宅 而這裡就在滑江橋頭屬於板橋都市計畫的住宅區 這塊地在當地已經整合超過30年的時間 那文化路在板橋來講是 部長應該是我們最主要的一個縣市幹道 目前在文化路周邊來講 我們整個文化路來講 其實已經沒有基地沒有土地了 這個案子我們剛好是符合市政府 所提的都根二件在主要幹道的這個容積獎勵 那這個案子當初我們也很慶幸 取得都根二件的一個首次第一個批准的核准案子 經過新北市政府審核 未來會有將近272坪的公共托餘中心 也會推縮四米空間提供舒適的步行環境 這個案子原來是這個危老 再加上要在這個主要道路的兩邊 所以也符合獨根二件 所以這兩個獎勵可以互相加成加起來 所以因為有這樣的獎勵 這個我們實施者就是建設公司 他就有這個能力可以提供更好的回饋 現在的公共托餘年輕人都蠻需要的 政府提供獎勵措施民間企業回饋給市民 再加上地竹的配合希望透過三方合作 能為老舊的環境帶來改變 提升當地的生活品質